大家好我是Challin 這次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在RO仙境傳說中 一個名為玻璃村的副本 這個副本值得打的地方 在於它的獎勵 能拿到一個可以附魔的 頭下裝備 附魔的種類裡面 恰恰好有個SP吸收 對於很多職業來說 是非常有幫助的 事不宜遲 我們就馬上開始介紹吧 首先我們先從普隆德拉 往左邊這張地圖走 接著來到地圖上 中央左上這個位置 和這位艾蜜莉NPC對話 就能生成副本 等極限制是30到60等 可以多人組隊參加 當大家進來之後 往前走就能觸發對話 接著前方的組Y5就會消失 大家一邊前進 一邊把路上的玻璃們打死 他們的血量約1000左右 傷害並不高 如果火力不足 可以直接呼叫傭兵幫忙打 當大家打完路上的玻璃之後 就能打第一隻小王 巨大黃金玻璃 也會差不多7萬左右 最害不斷 大家一旦慢慢跟Ru一起 擊殺他之後 接著繼續往前走 把路上的玻璃們解決掉 一路直直往前走 我不轉彎 我不轉彎 就會遇到第二隻小王 巨大萌萌玻璃 萌萌站起來呀萌萌 他的血量也是約7萬 打法和上一隻相同 而在藍色泡泡附近 走動走動就會有buff 能幫玩家們提升能力和攻速 解決完之後 繼續往前邁進 一樣將前方的玻璃們 都擊殺掉之後 就能來到尾王的地點了 尾王是國王玻璃 血量約14萬 他的傷害並不高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反而是他要擔心我們的傷害 擊殺他之後 有機率掉落 玻璃存大蔥和紅蘿蔔 接著來到右邊 和艾蜜莉對話 這時候他會送給玩家 玻璃存大蔥 或是紅蘿蔔 隨機一樣 只有在初次完成時 才會給予投下裝備 其餘的要靠打裡面的王來取得 還有一個玻璃寶盒 寶盒打開來是一些補品 而玻璃存大蔥 效果是攻擊時有機率 變身成狸貓 變身時移動速度會增加 非常可愛 而玻璃存紅蘿蔔的效果是 攻擊時有機率 變身成瘋兔 一樣變身時移動速度會增加 當大家拿到這個裝備後 可以到副本外面右邊 和蔬果附魔師對話 就能將剛剛的投下裝備 進行附魔 附魔的材料是 50個節樂比結晶 和2萬RB 成功率為70% 附魔的列表如圖 最好的是SP吸收1 希望官方是真的有放進去啦 這邊主委就實際來附魔看看 1 2 3 好 成功了 來看看附到什麼 好 是LUK加1 而如果想要重置附魔 一樣要花費50個節樂比結晶 和2萬RB 成功率一樣為70% 大家可以多開點角色 來刷大蔥和紅蘿蔔 還有附魔 也可以賣乾淨的頭下裝備 給已經創滿角色格的大大們 另外這個副本 對於剛上30等的角色來說 打完約能升個10等 而如果想壓在60等來打 可以藉由公會抽50% 這樣子打完副本時 經驗值會落在80%附近 讓大家參考參考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玻璃村的介紹與實測 希望讓新手們知道 有這麼一個能取得 頭下附魔裝備 以及低等練功的地方 如果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Challin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